各位觀眾,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史記金記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穎青施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生,我們現在是否是2008年翻版 很害怕我這個星期 我覺得不止2008年那麼簡單 不止2008年那麼簡單 2008年是根容系統出事 美國施案危機 這次是實體經濟出事 然後再引發金融危機 從一開始我已經說過 一個社會不可以突然停擺 現在為了防疫 為了避免人們受到感染 不惜封關 閉城 現在歐洲又停了 美國也停了 加州剛剛都要全部留在家 很多商業活動都需要人與人之間進行 有時要開展銷會 有時要開會 公司內部 我們每個月又開員工大會 又開管理層會議 全部都不開 網上溝通解決得到問題嗎 網上溝通 現在當然有視像會議 但視像會議 如果隔得遠 說話都是萬半拍 沒有直接看著反應 反應沒有那麼好 即是會議可以不開 現在連交易都不能進行 例如航空公司 香港二月份 五江三月 遊客少了九成多 飛機 這個星期多 因為每個都要在歐洲 港回香港 回來歸隱 不是因為旅遊 只要回去 整個社會一停擺 很多商業活動無法進行 不僅是酒樓、零售 例如物流 現在這些生意的停頓 造成整個系統的崩潰 即開始沒有生意做 現金流就有問題 還不到錢 即是航空公司 飛機不是租回來 就是借錢買回來 每個月要給利息 沒有收入 好像有個統計 最悲觀說 如果五月份解決不了 大部份航空公司都倒閉 我當時都說 這些防疫措施 頂不住半年 如果快快快 這個要全世界一致行動 可能三個月左右 你就可以壓下來 現在已經擴散 實際上一擴散 一爆發 原有的醫療系統 是沒有辦法突然間承擔 那麼多人 要去看醫生 所以 病了都沒得看 很多國家 沒有條件測試 沒有條件隔離 沒有條件追蹤 那些感密接觸者 所以一爆發 就不可收拾 這次如何收貨 很有機會是英國式收貨 即是我們回歸天生天養 你可能感染了 英國都是有控制的 不是完全放棄 他最容易感染 而沒有事 他便讓你先中招 學生 本來他不想停學 學生 打球 下班還去喝酒 就讓這些人先中招 先中招 可以不用理會他 一個他不會死很多 另外那些 惹了會很嚴重 要醫院救救 快去躲在家 多少歲以上 不要出來 一不准出來 不是三星期 是四個月都不准出來 出來拘捕你 那些人就控制住 不要讓他感染到 等那些年輕人感染到六成之後 他便很難傳 但這個方法夠科學 是科學家研究出來的 不是我所說的 如果最壞的情況 就去到這樣的情況 但這樣的情況 世界經濟的停頓 現在估計是半年到一年 起碼 有些半年已經受不了 受不了 最快出現的是 金融系統受不了 資金突然一路周轉 這裏收入了 給那個 那個收入了 填那個 你斷了 整條鏈都斷了 所以現在突然間 嚴陣不足 現在好像不單止股災 現在連最近我們看的那些 金、債市 甚至乎貨幣都動得很厲害 資金不足的時候 唯一的方法就是 盡量賣資產 賣這些賣不動 賣這些賣得動 現在是否火燒電話 所以那些賣是沒有成交 近期的高息債 以前 人們覺得 例如 避險 被落債券 被落黃金 債券 現在不是選了息 選了息 應該債券價格上升才對 現在不是看息差 而是看流動性 更沽得出 流動性 就是那間公司 有沒有違約的危險 一單身是違約 你又沒得借 他又沒得借 本來很多公司都要借新債還舊債 新債借不到舊債 就沒得還 所以一時間回到以前次案危機的狀況 美國也正確 今個星期 其中一招是直接繞過銀行 由聯儲局借錢給企業 因為現在整個信貸市場有些 都在想起 現在的情況 已經不是貨幣政策解決 你解釋QE 都不夠 一定要有財政政策 以財政政策 我一向都不太贊成 純粹派錢 這次我認為 都要派 要救急 那些航空公司 你不是借錢給他 借錢給他也沒有生意 不是借了錢就有生意 即是你公司沒有生意做 你叫我借也不借 我借了還要還獻你 給你了 不用還 按規模給 你有100架飛機 拿多少錢 你有8、5架飛機就拿倍半 你有300架飛機就拿3倍半 我現在在公司派饅頭 我們叫做按規模派 不是說你竊先給你 所以人民就按人頭派錢 舊急 香港好地地 個個有儲蓄 美國那些人餐餐吃 餐餐清 到星期四已經是莫財 他一定要有人救他 如果不是餓死 美國搶購是槍枝彈藥 他怕暴動 不是搶廁紙 所以美國一定要派錢給那些傢伙 起碼他沒有公開 他沒有飯吃 但都不頂多久 好像每個人都派一、二千元 我自己覺得 一個要派錢給人不夠錢 賺不到食 一個要派錢給側樓 就來側樓的公司 有些公司側樓了 重置成本很高 不是側樓了 明天又開 側樓了就開不回來 所以那些你一定要救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一個大危機 你看到是股市熔斷 現在是整個系統熔斷 所以真是危機存亡 中國會否好些 近期無論股價、疫情 會否有機會是第一個起色 本來控制住 上星期我都說 很多學生要回來 很多人出了去 發覺外面提供的保障 不夠要回來 這批人都會帶有病毒 回到香港 今天好像四十多宗 今天星期五最新 開始突然有單日升幅 現在希望 很關鍵 之前過年的時候 我說我們搞定了 原因就是 過年前有一群人 從大陸回來 最終我們都在香港 不讓他們再爆 現在看來近 這兩星期 十四天之內 這群回來的人 自己出事 以前沒有食物給其他人 或者食物給少量香港人 香港就控制得住 如果這群人一惹開 超越香港的測試 以及將它關注的能力 這樣就爆發了 一爆發就難以收拾 例如意大利那些 去到難以收拾 希望香港自己爆發 自己控制得住 就會減少我們的死亡率 但是在這段時間 陸陸續續 都會有一些外邊進來的案例 因為香港 是一個向外的經濟體 你停得了 如果你說停了 食物也不夠 日常生活也不夠餓死 所以一定多多少少有些外來 就是病毒日親 但你令到它不傳播出去 現在唯有等疫苗的早日出現 現在都在加速 無論是醫療方法或疫苗 不過暫時未有很明確的起色 現在第一步 各國政府要採取非常手段 令到經濟系統持續運作 不要真的整個世界熔斷 在這個基礎下 市場才有機會慢慢恢復正常 這一刻 是不是已經解決 我怕就未曾 所以 有人問我 現在是熊市還是牛市 形勢 怎會有牛市 現在基本上是進入熊市 以及熊市在甚麼水平結束 暫時都未看得到 對股市、樓市 樓市應該好一點 今天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是升少少 其實是反映農曆年後的情況 我不是代表現在最新的情況 觀眾最關心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最新的情況 整個世界這樣的情況 對於投資多多少少 起著一定的壓抑作用 但是很多人會看到 這麼多種資產 樓市的抗疫能力是最強的 即是股市現在跌過 債市跌得比股市更多 今次不跌不跌 都會傻下來 即是回途今年的升幅 樓市由年初到現在 都是3%多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樓市還是穩陣 為甚麼? 因為樓市既有投資功能 亦有使用功能 其他都是投資功能 樓市是真正的資產 可以用的 其他都是資產證明書 多印出來都可以 所以樓市可以有使用價值 亦都可以相對長存 趁樓你死了還在 所以樓市的價值 我相信是還存在的 我自己覺得 樓市會跌得最少 樓市跌完之後 如果現今都找不到的情況下 都會比其他要營運性的生意 跌幅會少 但當然如果經濟不好 亦都沒有太多資金流入金市 整個餅都會收縮 現在要視乎各國的舊市措施 是否陸續起作用 似乎樓、金、實物資產 抗電能力應該會較好 抗電能力應該會較少 抗電能力應該會較少 抗電能力會較強 多謝師先生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如果各位觀眾 想支持我們古壇斯的節目 記得去到以下的網址 再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